情到農事想哑哑绝对恨人之常情 而大部分人都会在夜晚做这件事 做完出一身汗然后立即去睡觉就刚刚好了 但是不说不知 原来朝早才是最适合做爱做的事 美国著名性学专家Dr. Debbie Herbannick 在她的唱小书Because It Feels Good 里面指出 性爱能够令身体释放出一种爱情荷尔蒙 吹茶素 朝早做完爱会令你跟着来一天都会觉得 心情愉快 还会令夫妇情侣感到更加亲密 和增加安全感以及彼此之间的信任 除此之外 在朝早做爱还可以提升体内的免疫球胆白A水平 即时增强当日的免疫力 你以为好处只有这么多 做爱还可以令你漂亮一点 因为高潮会提升女性的刺激素 令你面色红润 皮肤白滑 头发变得有光雜 甚至不止甲都会漂亮一点 那即是什么Facial SPA都不用再做 那就可以省很多钱 连荷包都会脏一点 另外原来大部分男人 在早早是最活跃的 尤其是早早4点至6点 在这个时候 男人的高院和水平是最高 性欲和持久力都是最强 而女生同样在早早6点至9点都会很想要 因此Morning Sex不单能够满足所需 还可以增加受盈的机会 不过就有人说早早赶着出门口上班 哪有行情日志啪啪啪 但是美国另一位专家 Jane Greer就说 正正是因为早早 讲头讲命 怕讲不及 匆忙之中还要亲热 会令到你的身上 变速上升 令整个过程和感受更加刺激 所以以后懂得做 一定是早早做